哇賽 都看不到我啦 Hello Guys 歡迎來到NECO的開箱百家時間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有點特別 也是NECO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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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那反正就還是開吧 一個 原本我已經打算放棄要製作的 喔 喔 它有包裝欸 全部都是一樣的 登登 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 我送了自己一份大禮 欸它這樣封起來我覺得還不錯欸 WOW 沒錯就是桌莉 2018年的桌莉 然後這個桌莉呢 全部的照片都是 我那時候去拍沙龍 你知道我去拍照的那一家店啊 我從大學的時候 那至少十年前了吧 就看到 然後我就一直很想去那一家店拍照 那一家店的特色是呢 他們會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服裝 我裡面有穿這種比較像公主裝的 然後有這種藝妓給傻的 這樣算sexy嗎 其實拍這個東西不便宜 我是想說要給自己留一個紀念 因為真的 因為畢竟我也快老了 我那時候看到部落客在推薦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非常非常非常想要拍 那我大學那個年代呢 還是部落客盛行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youtube 那時候都是部落格 每一個部落格 每一個網美的照片燒得亂七八糟 我就決定 以後我有經濟能力的時候 我也要自己去拍一組 二十九歲三十歲的生日 我就想說 送自己一組照片 也算是讓你們看到不一樣的我吧 這真的蠻不一樣的有沒有 這完全不是我啊 完全不是我啊 完全不是我啊 那為什麼我 後來沒有開放想說送大家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一組照片啊 我拍得超不開心 它應該是生日禮物 它應該要很開心的 但是我拍得超不開心 超不開心 我覺得你可以拍寫真留念 但是要不要去這一家拍 就自己再斟酌看看了 它的特色就是 可以做這種變身的 穿不一樣的衣服 可是我覺得啊 我自己拍下來的感覺是 我本來要做一支影片 就是專門拍這個東西的開箱體驗 做一支完整的vlog 結果給我的感覺是非常不好 我自己是不會推薦啦 好啦我知道我講話比較賤 比較直 可能又會有人下面玻璃心碎掉 可是我就為了避免這種狀況發生 我就直接講 就是如果有機會給我一台時光機 回到當初的話 我一定會 刪我自己五個巴掌 然後說把那筆錢省下來 之類的 就是這麼糟 就是這麼糟 但是你說拍起來的照片不糟 可是 這是因為我挑過 而且我挑照挑得非常痛苦 嗯 它拍了160張 我挑16張 這16張我其實挑的有點辛苦 不是因為每一張都很好看 是因為要從一堆 看起來很像的照片裡面挑16張 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那在挑照的過程 他們也會感覺就像小偷一樣 一直盯著你看 然後一直想要干涉你選照的方式 那如果你要去拍這種東西的話 建議一定要帶自己的化妝用具 不是化妝品喔 是化妝用具 因為他們改妝的方式 他們會用很厚的海綿 然後再疊很厚的粉 把上一次 上一個妝蓋掉 那他用的那個海綿呢 你都不確定已經化多少個人了 然後他用的彩妝工具呢 也不知道化多少個人了 甚至他會直接用手 就直接在你臉上這樣塗抹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那麼衛生啦 看有沒有很care 我是覺得沒有那麼衛生 我回到家之後 我的臉其實是大過敏 非常不舒服 扣掉這些以外 攝影師的品味也蠻重要的 他們的東西 10年前我看到部落客拍是這樣 10年後我去拍還是這樣 你知道10年前的美感 跟10年後的美感 其實是會有一點差異的 但他們的東西顯然就是 有一個固定的公式在 所以拍起來好像 大家拍的都差不多 就每一個人 不管你是男是女 是老是少 你去拍大家的風格跟長相 就是看起來都會是這個樣子 我先說 我全程幾乎都保持著很禮貌的狀態 攝影師或是化妝師 只要他們進度到一個段落 我都會跟他們說謝謝 直到化妝師嗆我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說謝謝 他就是這個口氣喔 我完全沒有變 然後我就 有點被嚇到 我就不太敢講話了 然後等到他開始就是幫我改裝 我在詢問說 喔那個口紅會不會太紅的時候 他就冷冷的講了一句 齁總算會講話了喔 這是讓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東西 會不會要再去拍第二次 我覺得我應該是不會再去這家店了啦 那我是哪家店呢 我就不講了 省得又有人玻璃心碎掉 可是 桌粒做出來的感覺 哇我覺得可以耶 因為這是我第二次去硬傻子硬東西 硬傻子這個平台啊 他們平台很辣慘 這平台我用的很辣慘 然後我用的很心驚膽戰 就是這個網站很多bug 我去訂單的時候 我根本就是在去幫他們挑bug 我都覺得我好像是在上班 現在是來debug的嘛 他們的範例是這個上面有數字 下面有小字可以調 可是等我真的要自己輸入的時候 那個小字是不能調的 所以我這邊本來要打我自己的名字也不能打 結論就是 這個平台我用的很心驚膽戰 但是出來的成品我覺得還不錯 給大家看一下我印的是雙面的月曆 然後這是正面 這是背面 我蠻喜歡這種上面有格子的 這樣我就可以直接圈起來 然後下面寫案件的名稱 形勢力啊 時間表 這種月曆我很喜歡 正面也有一些就是比較虛榮的照片 我應該正面在辦公室 是打死不會拿給人家看的啦 小彩蛋是後面有這種memo的地方 這個就可以看到整張的照片 geisha整張的照片 最後也還有這種全年的形式力 這種東西我通常都會拿來寄 驚奇 MC來第一天然後畫然後最後一天 然後我就可以看我一整年的驚奇 是不是很混亂 通常都是很混亂的啊 因為這個數量不多 我只贏了30本 然後我又提前在FB粉絲團開賣 蝦皮上面現在好像剩下 八本吧 八本還是六本 我不是很確定 想要買的人呢 我就放在影片下方關於 如果想要買但是沒買到的呢 就不好意思啦 對因為就是 我不想再印這個東西了 對我來說 這個回憶啊 這些照片 雖然現在看起來是不錯啦 是不錯 它是去無存精的不錯 就是你們也知道160張 如果挑16張 然後每一張還挑出來的東西不好看的話 那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如果你有購買的人呢 你會收到一包像這樣子的東西 我會盡快把它寄出 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應該手上已經拿到了啦 然後 有10個人有隱藏加碼小禮 隱藏加碼小禮也是 一併會包在裡面 記得要去關注粉絲團 誰叫你沒有關注粉絲團呢 就沒有搶到啦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告一個段落啦 簡單的小小開箱 給大家分享一下我收到這個桌莉的喜悅 我會盡快把商品寄出去 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我應該已經把東西寄出去了啦 我也不會再加碼印了 你知道 印這個東西 耗神耗精力 不會想要再加油 那就是這樣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用訂閱代替掌聲 或者在下方幫我按個喜歡 右上角的資訊卡 以及螢幕下方框 記得要幫我點一下喔 希望下次有一些沒那麼雷的東西 可以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我最近的運氣真的很不好意思 在採雷 好啦 那就這樣子 下一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